高二的同学已经改制高三对应的安耗教训成功 今天一大早 蓝音行动国民党就动员 游览车一车一车的人涌入 那旁边就是成功高中正在上课 我人在异乡里面就收到学生 透过网络来跟我们反应说 噪音实在太大了 影响到大家 那教育局的人员跟我说 他们一早就派人员到现场 那也试图跟蓝音行动的主办方来沟通 拜托他们可以把音量降低 可惜声音还是太大影响到学生 后来校方就让学生迁移教室到旁边另外一侧 我们还是希望国民党既然动员群众上街头 也要负起责任维护现场的秩序 那不要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 因为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马上就要期末了 这个礼拜其实都是在期末考 结果国民党呢 办了这个活动呢 刚好就是在铃声南路 在成功高中的旁边 结果怎么样 成功高中的孩子啊 早上6点50我要讲的 校长就已经知道 不刚好啊 为什么 因为舞台就在他们学校的边边角角 那个只要舞台声音一开下去 他们一定受影响 校长去跟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负责舞台的人讲 他说没有办法 我们就一定要开始啊 校长没有办法去劝说他们怎么办 只好向教育局去澄清 教育局的督学也到现场 也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10点的时候 只好把学生从一侧 移到另外一侧去上课 但是学生怎么说 还是很吵啊 对 所以我要告诉国民党 或者是问这个国民党 台北市现在是国民党执政 当时你们在合这个路权的时候 我们尊重国民党 可以游会 可以集会 可以抗议 可以游行 但是可不可以想想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学子啊 国民党不是最爱讲的吗 不要尊重孩子这个教育的权利啊 今天一大早 蓝音行动国民党就动员 游览车一车一车的人涌入 那旁边就是成功高中正在上课 我人在议场里面就收到学生 透过网络来跟我们反应说 噪音实在太大了 影响到大家 那教育局的人员跟我说 他们一早就派人员到现场 那也试图跟蓝音行动的主办方来沟通 拜托他们可以把音量降低 可惜声音还是太大影响到学生 后来校方就让学生 迁移教室到旁边另外一侧 我们还是希望国民党 既然动员群众上街头 也要负起责任 维护现场的秩序 那不要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 这一章是 大概十点多的时候的状况 就是这样 这铃声栏路 他一定要先撤 里面的人才能讨出 青老东的人才能够出来 所以先撤这一边 但是据我了解 他们大概到11点20年里面 青老东都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头上 因为太晒了 真的很热 今天是下智 真的不要再折腾我们长辈了 这个安全第一 但是现场是不是真的很吵呢 不是我们在这边讲 在旁边有一个公务机关 有一个政府单位 他们今天里面的人 我认识的都说 我要申请执灾 上班不能上热案 然后魔音穿脑 直接穿墙而入 大家都知道那一洞里面 其实墙很厚 他都可以直接穿进去 好 那当然今天现场 还有一些争议 争议大到蓝营 自己都看不下去 我们来看这张图 我们要模糊化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不能够 对 完整播出了 今天现场 有蓝营支持者 拿着纳粹旗帜 而且还是正版的 不是那种伪装版的 正版的纳粹旗帜 去现场 而且还两面 这也不得不引起 来因自家人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这个真的是不好 有外观三名 你平常骂民进党 绿共 骂他是纳粹 就算了 你不要真的拿纳粹旗帜来 变成我们自己是纳粹 这个真的 也凸显了这些参加者 我们刚才讲素质问题 确实在创意面上 在行动面上都欠缺考量 相关的不堪怒目的指挥 还包括这些 可以看出这应该算是 难赢之者 但他直接用这些 攻击广大不特定人的 这个不太好的识问 干嘛把他自己的问题 告诉大家 这个我们是觉得 就是实在是没有必要 去用这个方式 因为你变成攻击不特定人 不是在针对议题去做陈述 其实是不太好的 跟大家报告一下 连三天其实台北在 这个午后都是西北雨 而且雨都下得非常大 今天6月21号下至下午3点 你看雨下成这样子 青鸟被笑说什么伪嘛 对不对 可是大家都坐在这个地方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守护台湾的民主 不是为了哪一个人 为了哪一个狼 为了是自己生活在 这一块土地 不希望被变成是一个 不民主的地方 大家是穿着雨衣 带着雨伞 在那边淋雨 而且这个雨打到手 是会痛的那种雨 大家是这样子 结果呢 蓝鸟呢 蓝鸟不是喊得很大声吗 喊得很大声 结果呢 10点54分 大家都讲了嘛 全部椅子收完 而且这还不是笑的 你看连上车的时间 都是10点54分 全部都被拍起来 为什么他们那么早 因为他们早上8点半的时候 就到现场去集合了 早上8点半是谁 傅昆琦在那边要求 椅子要排的整齐 不能台带密码 全部都是傅昆琦 所以蓝鸟是什么 蓝鸟是国民党动员的 他们是为了国民党来的 他们是等着干嘛 等着上台去送国民党立委 把他们送花给他们之后 就可以回去 就可以走了 就可以去吃便当了 而这些青鸟呢 青鸟就是为了要发声 给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看 所以他们就算是下大雨 都要坐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国民党最爱笑人家讲说 青鸟都是民进党动员的啦 民进党没有办法动员 这些民众 你知道这些人淋完雨之后 他们继续坐在那边 一直到今天晚上 他们都会坐在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走 这个一个任何一个政党动员 都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动员 所以不要再丑化这些青鸟 而这些青鸟 在今天复议 行政院复议不成功之后 会不会像刚刚晃哥所说的 回到各个地方去煮巢 我告诉你一定会 因为他们现在不管谁在办活动 就是民进党很多人现在到街讲啊 你看那个去现场在翠上面 有很多人直接去帮忙哦 不是议员不是立委是直播哦 是这些青鸟到现场去直播 然后带着蛋糕带着自己做的 不管是手练也好 加油的方式也好 到现场去加油 这不是任何一个政党动员 所以我真的要奉劝国民党 请请听到民意 另外今天比较让人家这个遗憾的意思 遗憾的一个部分是这个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马上就要期末了 这个礼拜其实都是在期末考 结果国民党呢 办了这个活动呢 刚好就是在铃声南路 在成功高中的旁边 结果怎么样 成功高中的孩子啊 早上6点50我要讲的 校长就已经知道 没刚好啊 为什么 因为舞台就在他们学校的边边角角 那个只要舞台声音一开下去 他们一定受影响 校长去跟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负责舞台的人讲 他说没有办法啊 我们就一定要开始啊 校长没有办法去劝说他们怎么办 只好向教育局去澄清 教育局的督学也到现场 也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10点的时候 只好把学生从一侧 移到另外一侧去上课 但是学生怎么说 还是很吵啊 所以我要告诉国民党 或者是问这个国民党 台北市现在也是国民党执政 当时你们在合这个路权的时候 我们尊重国民党可以游会 可以集会 可以抗议 可以游行 但是可不可以想想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学子啊 国民党不是最爱讲的吗 不要尊重孩子 这个教育的权利啊